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请李宗盛之名前来拜见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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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能够得到众人的喜欢 他能称得上是个人人吗 不能 那什么是人人呢 一个人如果好人都喜欢他 坏人都厌恶他 也就接近于人人了 如果一个国家有了充足的粮食 强大的军队 百姓的拥护 这个国家如何 这是一个强盛的国家 如果迫不得已 要在三者之间去其一 应该先去掉什么 去掉军队 如果在粮食与百姓之间还要去其一 又该去掉什么呢 去掉粮食 为什么 没有粮食 无非是饿死 可是自古以来 有谁能够避免死亡呢 如果没有百姓的拥护 国家就会灭亡 国家一旦灭亡 百姓虽生幽死 这两件事我请教过许多人 只有孔夫子的回答令我信服 去 把礼物拿来 我要拜孔夫子为师 慢 有你这样拜师的吗 怎么 他人拜师都是恭恭敬敬 可你却傲慢无礼 竟敢拷问起夫子来了 有学士的人是不怕别人问难的 如果他被人问倒 还能做他人的夫子吗 买卖人就是会说话 多姆斯说得对 真正有学士的人是不怕别人拷问的 除非他是一个秃有虚名的人 你当年拜师不是还和我比过剑吗 夫子 当年是当年 而今是而今 当年夫子的名声不是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吗 有了名声不再努力学习 也会变成徒有虚名的人 听说夫子门下有不少贫穷弟子 但愿这些东西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多姆斯 你如此富有 为何还要拜师学艺呢 财富虽多 并不能成为高尚的人 有时为了多赚些钱财 还得骗人骗己 夫子 夫子 我知道您是不爱财富的人 所以专门为你准备了一件礼物 我非常喜欢这件礼物 楼壳上滴落的每滴水都在告诉我 时光不等人啊 我已经五十一岁了 如果再不为国家做些事情 这一身所学 也会像这河水一样 白白地流逝 夫子 用你的方法 能够治理鲁国吗 恐求以周礼为准 畅行人德 宽猛相继 不仅可以治理鲁国 而且可以治理整个天下 如果夫子的主张得以实现 天下会是什么样子呢 天下虽然尚未归人 但周礼已经恢复 君臣各宜名分 父子亲孝 兄弟和睦 夫妻随顺 君王为贤明通理之人 讲信重义 谦让求人应成为天下封上 虽有兵车征战 却是为匡振天下 就如文王周公治理的天下一样 天下小康 朦方圆 杀 朦方圆 第